雖然今年過年也沒到 不過沒有你市區的小站跟人家的公園 已經有電視一些火燈 已經種地流水 公司特別邀請在地的資格 運用環保的官僚 利用衛生地頂頂 沒要在的東西 製作秀行的課程 最熱鬧的島人會館前面的廣場 以及西站前面的廣場 我們特地用環保的概念 用啤酒香不花錢買的 用棉洗塊重新洗過之後 重新黏的小燈籠 以及我們寶特瓶的水 以及選舉商業廣告的旗幟 來作為燈籠 一月紅色的金爪 就設定在西站旁邊的公園 暗時經過的時候就來發講 點燃進口街路 公司這一次 為了要營營燒龍年的來購 特別向保裡酒香 酒飾肉餓的米酒香 大叔一月等15米 館4米的環保燒龍頂 今年是小龍年 所以說本人特地想到 要用縣城跟我們寶特瓶酒廠 來借了400個啤酒香 由啤酒香像積木一樣 來組裝成為一個小龍的一個造型 白天看沒什麼夜間 我們點燈了之後 那個藝術的氛圍更棒 每一個岸小姐對保里町民來說 中頭戲就是馬祖廟公圃 今年當然也沒當初過 而且為了要帶棟林條 在馬祖廟下的鎮林路 也要修除幾位 讓民眾設計的區域 推出農第三片的起見 我們今年跳脫往常 定型化的活動 我們擴大辦理 除了公豹城 在原來的馬祖廟以外 我們西林路這一段 完全是農特產品 美食區的攤位 來做串聯 以及上空的 天空的這個燈籠的掛飾 以及我們今年的 菜燈籠晚會 我們擴大辦理在仁愛公園 來做菜燈籠的晚會 在這間總體藝術的頭上 還會有展示到 保里町上官的古相片 唱完到懷孔的感情 要請大家在過年 在玩笑在這段時間 來跟保里企圖上回町 幫你來保里 鬧原廂 既然跟旗菜方報道